慈禧林木遭遇盗绝 不料孙电英却逃脱了法律制裁 不仅如此 宋美龄竟然也参与其中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孙电英作为军阀中的一员 他的发家史称得上坎坷 第二次北伐后 孙电英归属到了国民政府 有了头衔 不过老蒋根本看不上这样的人 孙电英土匪发家 说是军人 则毫无军人之风 他是老蒋裁军的重要目标 为了保住自己的头衔 孙电英只能想办法保住自己的军队 可自己的军队武器落后 实力与正规军差距大 想要保住自己的军权 孙电英只能想办法扩充军队 然而 此时的他连军饷都筹集不全 他又能从哪里搞钱呢 不出所料 孙电英身边人有了法子 孙电英的驻扎地离东陵很近 慈禧死亡不过一二十年 其中的金银珠宝陪衬无数 对他来说 这毫无疑问是一座金山般的存在 很快 孙电英的军队就来到了东陵 孙电英到达东陵以后 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并且在周边张贴告示 他要在这里进行军事演习 任何人不得随意入内 老百姓们本来就对军队避之不及 更何况是孙电英这样的土匪军队 大家躲得远远的 而在东陵内部 孙电英的军队 正在漫山遍野地寻找慈禧陵墓的地宫入口 然而 几天下来 几人却一无所获 就在此时 一个老人出现在了孙电英视线当中 此人曾经参与修建陵墓 因为在修建过程中不甚昏厥 被人当成死尸丢弃到了荒野 却侥幸留下了一条姓名 很快 孙电英的军队就找到了老人 他们将村民围堵在家中 以全村姓名要挟 如果老人不帮他们打开地宫 那么他们就要独村 老人无奈之下 只能跟随他们前往东陵 很快 地宫入口的确切位置 就被他们找到了 然而想要打开地宫 却成为了大难题 慈禧陵墓被道 全国上下声讨孙电英 可他却逃脱了法律制裁 背后竟有宋美龄作保 孙电英找到慈禧地宫入口后 却无论如何都打不开地宫之门 里面有机关暗藏 一根巨大的石柱 死死地抵住了地宫之门 愤怒的孙电英 用炸药将石门炸毁 很快就进入到了慈禧的墓室当中 孙电英这时候看到的 是墓室当中堆积成山的珠宝黄金 慈禧陵墓全貌出现在眼前之后 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慈禧口中含着一颗硕大的夜明珠 而孙电英为了得到这颗夜明珠 孤禧用刀子从慈禧的嘴巴 一路向下划去 最终取出夜明珠 在慈禧陵墓当中 孙电英盗走大量奇珍异宝 其中不乏国宝及文物各类金器 与其马脑足足七百多件 孙电英找来三十多辆车 才将珠宝运完 孙电英盗掘灵墓的消息传出后 遭到了全国各行业声讨 虎仪皇帝更是愤怒不已 直接将此事直接递告 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为平息民愤 只能下令公开审判孙电英 可他在此之前 就开始了个路打点 就连宋美龄都收下了 孙电英送来的宝贝 严西山也获赠了一颗翡翠白菜 孔祥熙夫妇也获得了 两串异常珍贵的珠宝 可以说民国实际掌权者 都获得了孙电英的馈赠 所有人都在暗暗使劲 这场公开审判 也就走了个过场形势 很快 孙电英盗决慈禧陵墓的事情 则不了了之 此事也被压了下去 再没有人提及 孙电英盗决陵墓后 军队得到扩充 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实际处罚 古仪作为末世皇帝 没有任何实权 只能无奈地向着一幅画 发泄自己的怒火 自从被释放之后 孙电英本人一路观月亨通 不过最终还是被我军俘获 在战犯收容所内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慈禧陵墓被盗掘 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陵墓盗掘案 大量珍贵文物不知所踪 有些甚至已经流于海外 如此行为 称其为民族罪人 一点都不为过